特朗普要求 欢迎大家收看Philip Channel 我是辉辉的高级业务经理George Ho 今天的讲题是 讲讲大致快要见顶 当然我们并没有一个水晶球 但是如果我们纯粹讲讲 3月的市况 恒指似乎已经是见顶 为什么会有这个讲法呢 近期传说特朗普要求 中国在之前双方的共识下 将每年由美国入口的货品价值 再增加多一次两倍 先不要说这是他的谈判策略 还是他自己本身的要求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我们讲在3月底之前 中美的贸易谈判 有一个进一步的良性推进 似乎的机会就不是太大 虽然美国的贸易部长 就会在今个月28和29日访经 但是当这个贸易谈判 有任何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讲的 已经是去到4月交易日的时间 另外大家也要留意一件事 英国脱欧的问题 虽然英国现在有机会 可以将脱欧的时间 推迟去到5月22日 但是有一个前置条件 就是说他的国会要通过 接受那个脱欧的方案 否则在程序上 其实英国在4月12日 已经要决定他们的前路 在这几个因素下 似乎说的是 恒指在3月底 要上回今个月的高位 说的是接近29500点 甚至大幅升纯 的机会就似乎不是太大 另外大家还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说的是 美国联储局 就有机会会今年不再加息 另外他也会在9月暂停缩表 在种种因素下 可能市场上一些高息 而有这么多的防守性股票 可以受到清浪 另外在昨天早上的时间 如果投资者同一时间 塑造一个3月到期 29600点的call 然后再连到29800点的call 他们是可以收到 大约70点的期权金 去到3月底结算 如果指数在29600点以下 其实他就可以代足全数的期权金 就算市升穿29800点 最大损失也只是130点 当然有时候 机会的事情可能可一不可再 但是如果市场 将来有类似的价格的话 其实这个做法不是不可考虑的 那印象当中 在去年的6月开始 在Philip Channel有比较多的时间 都是对指数的看法 看得比较淡 除了指数落到 去接近25000点左右的水平 在那时 其实就不止一次 提过可以考虑 在这些位置 吸纳一些优质的蓝筹股 但是说到市场 现在已经升到29000 甚至接近30,000点 在这种情况下 目前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说 市场未来 在没有一些很利好的消息下 进一步大幅上升的机会 就比较妙望了 多谢各位 以上纯述个人意见 并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 本人欧南建为证监会的持牌人士 直至本评论发表之前 本人以及联系者持有 所提及证券的所有相关财务权益 多谢收听